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铺路机可以和小型伸缩臂铲车合作 批量大范围的进行铺路 使用机器铺路的时候 需要将砖块用铲车放进机器的装料槽 然后由三位工人同时合作 将砖块按照一定的顺序放入进料口 机器就会自动在砖块的缝隙处均匀的混合石灰水泥等物质 然后一大片整齐的路面就会从铺砖机的出口出来 美观大方 整个过程就像铺一张大气坦那样简单 铺砖机在不断的前进 背后一条整整齐齐的砖路越来越长 当然 铺设路面的宽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最宽可以铺设6米宽的砖路 机器一天运行8个小时 可以铺设近接近400米长的路面 这种铺设方式除了有着更高的效率外 还能最大程度的节省粘合剂 而且均匀程度也要胜过人工铺设 看到这里或许会有人不服气 因为这种机器还是需要人工干预才能铺设 但是不要忘了 这种机器是将单一的工作变成批量操作 三个工人合作的效率肯定大于孤军奋战加起来的效率 这就是1加1大于2的原理 还有 这种铺砖机也避免了工人常年累月弯着腰工作 降低了劳动强度 最后一点 机器铺设的路面比较均匀 方便于以后道路的回收 总之 机器的效率肯定是要大于人工的 否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